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相信人称玛丽莲梦露的我能很好地完成这次任务 可是没头脑的阿图跟了过来非要执行这次任务 不出意外 阿图一出门就被人跟踪了还被偷换了包 这个傻孩子真是操碎了老娘的心啊 还好及时告诉了他 不然傻孩子就直接去领盒饭了 果然还是要靠老娘来解决这个跟踪犯 从跟踪犯的相机里得到了下一个线索 可是脑残的领导又给了我一个愚蠢的身份 和一个变态色情狂特工司机 在司机的带领下我见到了梦后老板 只有重回玛丽莲梦般的我才能接触到他获取情报 为什么编剧又把这个傻孩子安排了过来 搞得我很胶着啊 看看我发现了谁 是那个抽屁曲锐呢 在我梦露的三言两语下 他成功倒在我的十六群下 还要带着我去做生意 可是这个抽屁曲还是很警惕我 我只能骗他说我是他父亲派来的保镖保护他 果然是父亲的好女儿啊 这样就相信了我 在经历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情后 我找来了我的同事安博以及变态司机帮忙 果然傻瑞娜还不知道我是特工的身份 可是在我就要抓住买家的时候 小白居然出现了 还杀死了买家 为什么小白还没死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什么鬼啊 小白居然和瑞娜在一起了 原来他这次学聪明了 伪装被杀成了双面间谍 在变态司机的帮忙下 我成功离开了这个地方 就像了就要被胡子杀了的小白 买家终于是来了 可是胡子想要黑吃黑 杀了买家还想杀我 没想到被自己给玩晕了 老天爷啊 为什么给我一个这样的队友 果然还是要靠我自己来救场抓人啊 宝宝心里苦 胡子还想着逃跑 宝宝我纵身一跃就跳上了飞机 可是阿托这时候还想来占我的便宜 让老娘一脚踢下了飞机 果然最后还是要靠老娘来解决胡子的 我也成功进击为正式特工了 很开心 最后我莫名其妙的和阿托发生了关系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我是悟空 我们下期再见